媳妇 今天晚上咱们就住服务区了啊 房车停到服务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个水管把房车里的水加满 一般情况下在服务区加水很方便 所以我跑高速时一般车里是不带水的 这样车子重量比较轻 安全 而且还省油 加满了水 晚上就可以好好洗个澡了 今天停车的这个地方叫做石城 属于江西 不知道有没有当地的朋友 选了一个不碍事的停车位 把双头斩打开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安家了 像我们这种双头斩的房车虽然空间大 但是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每次停下来都要重新铺一次床 把车里一圈的隐私帘都拉上 这样从外边就看不到里边了 我们这个小家也算是安城了 去里边搭点热水 给我媳妇泡泡脚 这服务区的就是好 热水都不用自己烧 虽然是生活在车上 但是和在家里的生活是一样的 我们随时带了泡脚筒 习惯每天睡前泡泡脚 这个时候再打开投影仪 放个小电影追追剧 小果盘也得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等我媳妇泡完了 这水也不能浪费啊 我再接着泡一泡吧 最后再洗个热水走 我就可以上床室请了 怎么样 我们在服务区的小家伙可以吧 大家晚安了 我们要睡觉了